因为婴儿长是人 它不是皮肤的问题 小孩的皮肤是很好的 它完全是什么问题呢 是它血里头有毒 那是什么毒呢 血液毒是吗 胎毒 胎毒 对 是妈妈传给她的胎毒 因为像孕妇有的人 本身她是一个湿热的体质 或者是她本身就亚健康 她本身就身体毒素比较多 她会带给孩子 还有有的孕妇 她怀孕的后期 她爱吃那个辛辣的 她没有及时地吃一些 去胎毒的这个食物 那胎毒也会很重 就传给孩子 哪些食物可以去胎毒呢 孕妇呢 如果是在怀孕的后期 最好是呢 在怀孕八个月的时候 开始呢 就可以呢 清淡一点 吃一个豆浆煮鸭蛋 豆浆煮鸭蛋 好奇怪啊 对 豆浆煮鸭蛋呢 既能够去胎毒 还能够补孕妇 因为怀孕到八个月的时候 就是孩子生长最旺盛的时候 那个时候孕妇要补 可是又怕呢 吃多了以后造成什么 血糖膏啊 等等等等 肥胖啊 所以用豆浆煮鸭蛋 那个补就很舒服 带皮吗 不带皮 就是打开啊 那不新吗 是比肩蛋要新一点 但是呢 一定要用鸭蛋 因为只有鸭蛋呢 它是滋阴的 它是凉的 因为孕妇在 今后期的时候呢 它的体质是很热心的 如果这时候 它不去这个血热的话呢 孩子就会有态度 就把那鸭蛋 敲到那个豆浆里头 一起煮一下 对 然后不放别的东西 不用放别的了 对 那个特别的补 老师 只要怀孕了都可以吃 实际上是怀孕了 有没有胎毒都可以 就应该吃这个 对 这事实际上是 我们下一个小秘方 都给你们透露 哇 大家要记住啊 就您的意思就是说 既能补 但是又不会补过 对 所以您建议吃 既能补 又能轻胎毒 轻胎毒 我主要是 它是双向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m